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范承秀,薄熙来的岳母,在昨天,北京时间12月8日就出病了 她是在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的,享年是99岁 在出病的这个场合之中,薄瓜瓜的一篇长达2470字的悼念她姥姥的文章 现在得到特别的关注 当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首发这一篇稻文的微信公众号 这篇文章已经被官方给她拿掉了 但是还在小范围之内来流传 完整的这一篇稻文,我附在这一则视频的后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 有些媒体抓住其中的一句话 男儿四海为家,那似乎是在暗示 薄瓜瓜肯定就在国外待着,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一些媒体自媒体又强调的是 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大概意思是说,薄瓜瓜在暗讽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 所以2470字,您可以完整的来听一听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在这个2000多字的稻文之中 薄瓜瓜是三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 分别是这三句话 他说,我的姥姥对共产党的忠贞 焕发于对民族的责任感 完善于党所向往的精神 还有一句话呢,他就是说,他已经在西方,薄瓜瓜自己在西方 在和平安稳的空间,容易养尊处优,忘记自我 在西方资本世界里,价值观容易沉缅于物质 而姥姥持之以恒,保家为国,为民服务,先天下之幽而幽 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党员 薄瓜瓜的这篇文字,总体来说是率性为之 因为难掩伤感,所以没有太多修饰的成分 基于这一点,薄瓜瓜三次提到中国共产党 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 他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联性 第二个看点,12月8日的上午 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西院范承秀她的告别仪式举行 现在根据香港媒体的说法 薄熙来再加上范承秀的闺女国快来 是没有获得中共高层的批准 是没有去到告别仪式的现场的 当然此前有没有说见范承秀最后一面 目前不清楚 根据记者的观察 虽然范承秀是拥有80多年党龄的老革命 是开国上将谷景生的遗孀 所以整体的这个历史的地位是比较的高 但是除了范承秀她离休前这个单位 中央组织部的部长陈希 就没有看到其他现任的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 来竞献花圈 那么除了陈希之外 还有退休的军方的将领是送了花圈 中间就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员副主席池浩田 中共中央军委员委员于永波李基奈等等 在现场去悼念宋老人家最后一程的大概是100多人 第三点 薄熙来夫妇的花圈是放置在横幅下方的最左侧上面写着 亲爱的妈妈 我们永远怀念您丽儿熙来今晚 丽儿是古开来的昵称 而薄瓜瓜的花圈就与别的一些孙辈一起放置在遗体的前排 第四点 范承秀看上去对他的这个女婿薄熙来还是非常满意的 薄熙来身见狱中的时候 范承秀是写了一封信给薄熙来 说非常挂念他们 而且称薄熙来为重庆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和时事 历史是有情的 功者千古 思者一时 这个是范承秀对薄熙来的一个评价 范承秀对薄熙来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薄熙来2013年 他的这个案件审结之前 2012年5月份的时候 范承秀就曾经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当时的中族部部长李源潮 以及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要求去见到薄熙来 他说非常想念薄熙来 而双规依法 人生还是有自由的 第五点呢 我了解的情况 古家人是把一篇追悼性的文字就发给了中国大陆一个被认为是左派的自媒体 这家自媒体第一时间就把文章看出来了 标题是亲爱的妈妈 我们永远怀念您 下面就是三段话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基本上也就是对人走完一生草木一生人活一世最后做一个简短的小节 在这三段话之后就是署名瓜儿 时间2021年12月8日 我刮刮刮的一篇道文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上次跟姥姥道别 本以为只是暂别数月 不料至今已有十年之久 分别时的细节已变得朦胧 现在脑海里留下的是回忆和想想 交织在一起的画面 姥姥身穿白色素衣 上面装饰了仿佛有姥姥随笔点出的水墨花卉 衬托着她平日那从眼角里流露出来的笑容 姥姥一生疯疯于雨 艰苦奋斗 但在家人的脑海里工作人员的记忆里和我的影像中 笑容却是姥姥常有的表情 就算皱着眉头给我讲无比艰苦的革命 文革故事时到最后她总会一拍大腿 慷慨激昂 欣然一笑 就算在读新闻看流行的抗战连续剧时 姥姥那认真的模样中也藏着自如和蔼的笑意 这些年常有人问我 想家吗 我心里总会默念 男儿四海为家 怎会小家必育的有想家一说 然而 何为家 中国是家 给予我的是神圣感 爸妈是家 那是我精神的摇篮 而跟姥姥共餐 才是我牵肠挂肚的家的场景 分别那天 我和姥姥一起吃饭 之后便要去机场回哈佛读书 我至今不明白 为何要是不言请不语 从古至今 吃饭不就是要聊天吗 可姥姥做到了这一点 吃饭就要集中精力吃 姥姥给我家菜 督促我吃 让我觉得不耐烦 我都吃饱了姥姥还让我再吃 其实每次回家 姥姥见我 总要先问吃饭了吗 若是看我拿包零食 就会问我是不是饿了 要吃饭 我心中明白 姥姥大半生机寒交迫 八年在太行山上打游击 之后随祖之东奔西跑 解放地方 走边祖国大江南北 直到八十年代末正式离休 姥姥生活才得以安稳 风衣足食 姥姥爱吃打杂顿把剩饭都混在一起 就好比当年树皮果子一起混着吃 姥姥吃饭速度几乎快死爸爸 如他解释 这是战争年代培养出的习惯 要是不抓紧时间吃 鬼子就来轰炸了 桌底下 小赖赖 我们的狗 应要提醒我不可赖皮懒惰而得名 会躺在姥姥的脚边 尽管姥姥对她不理不睬 觉得宠物是多余的 但赖赖却意识到姥姥是一家之主 辈分最大 因此定要讨好她 吃完饭去机场 姥姥要亲自起身来送 我说别出来了 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不曾想到 此一别 竟是永别 11月23日 在姥姥最后的时光里 我们通了两小时零四分四十秒的视频 我看到姥姥的手 想伸过去握着 看到姥姥的脸 想走过去亲着 我多么熟悉那每一个细节 姥姥的手被乌黑 手心红白 干粗 结实 后时的手握贯了盒子枪 是当年太行山名副其实的双腔老太婆 姥姥的表情 宁静安详 我熟悉姥姥的每一束头发 那是我摸着长大的 从半黑半白到全部白容 却始终茂盛 我更熟悉那副脸上的每一个毛细口 从小就喜欢帮姥姥挤脸上的黑痘痘 我不愿在自己屋里睡 喜欢挤到姥姥床上 靠墙搭歌 然后求着姥姥讲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这可比任何童话小说更精彩 更生动 更客贵 随着放在姥姥腿上的里聊一文文作声 我边用手描画床头刻着的寿字图样 边瞧着姥姥的脸 她紧闭双眼 回首往事 她讲过在山上摇洞里 跟战友围着火堆 时刻被斩 并告诫我 她就是这样眼睛被熏坏了 让我保护好眼睛 她讲过在村里抓了被鬼子诱骗 网警里头读的小孩 最终迫使她做出艰难的决定 可她只是个孩子 姥姥叹气地说 其中有她的故事 也有伴随在她身边人的故事 有爷爷 老爷 解放战争渡江战役 上甘岭打坑道战的故事 有跟随14岁的她投身革命 的弟弟的故事 姥姥的弟弟是一个悲壮的角色 她带兵打仗 成为阴魔 身上埋着弹壳 终生残废 却在运动中缺死 那些年 姥姥每晚讲述她的经历 如今成为刻骨明星的记忆 可她的那副带着慈眉善目的脸 我再也摸不到了 再也亲不到了 一下子 姥姥就走了 人的一生中 总有几次铭记不忘的时刻 我34岁第一次迈出 没有姥姥的一步 便为此一刻 我不知所措 是梦吗 近年天涯至迟 我已习惯过着看不到姥姥的日子 但我早晚念叨爸 妈 姥姥 他们是我每日的牵挂 生活的向导 世家的体现 只要理性地知道姥姥健在 可以随时通话 便已满足 这次挂断视频 周围一下 安静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三个小时后 这边天亮 我肿着眼睛 强迫自己画了一副面恐惧工作 我简略告知我的同时 并强调不要再提 也不要说安慰的话 我承认 我胆怯 我不敢去沉痛道念 希望用时间来增强我的盔甲 我怕思念 更怕面对所有的遗憾 遗憾没能在姥姥身边 像姥姥无微不至地从小照顾我那样 来照顾她的晚年 没能再带姥姥钓鱼 更未有机会带姥姥出国走一走 虽然姥姥未曾督促我 让她尽快抱上虫孙女 但究竟也没有实现 至始至终 只有姥姥对我的呵护 我永远是她遥远的牵挂 而我却再也没有对姥姥尽效的机会了 领域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待 此时此刻 我感同身受 却也无能为力 姥姥已嫁贺西去 我抬头仰望 便可见到她 她会提醒我 精神上 要坚强 伤感之时 不可懦弱 可以豪情大哭 却不要哀声丧气 行事上 顶天立地 分清主赐 家以国为重 家可以为国牺牲 为国蒙羞 无论走到任何岗位 一定平易近人 不可骄傲 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对任何人都要理解包容 志向不可自私自利 要违造福人民而立 理想往往会被红尘玷污 或者使人放弃 转至追求无为之境界 或者看到了伟大理想的艰辛后投降 降低所追求的目标 而姥姥一生 未曾因蒙冤而气美 一直保持了战争年代 纯真的理想和真挚 她对共产党的忠贞 焕发于对民族的责任感 完善于唐所向往的精神 这也造就了她黑白分明的个性 她对敌人的愤恨 与对友人的爱护一样坚定 我曾觉得这样善恶之分过于简单 但仔细想来 这是每一个亲力战火的人 必须的选择 姥姥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残酷 连城屠杀 连婴儿也不放过 美对我讲到这些故事 她会换嗓子哼其大刀进行曲 也就是这样坚定的个性 令姥姥可使出鱼躬移山的劲 我和姥姥是不同时代的人 得以享受前人奋斗的硕果 在和平安稳的空间 容易扬尊处优 忘记自我 在西方资本世界 价值观容易沉沉于物质 而姥姥持之以恒 保家卫国 为民服务 先天下之忧而忧 是名副其实的无传阶级党员 如此 她用一生积攒的精神 是给我们最可贵的遗产 每当我迷茫 姥姥的微笑会赋予力量 使万事清澈 姥姥已经劳烦一生了 就到最后 也是为着家人而活 该休息了 但我不要跟姥姥告别 只是暂时的 再见 光儿 2021年12月8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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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